这对母子七年没走出过房门 一男子进来就脱裤子 很快就传来咿呀呀的声响 小男孩每次都会躲在柜子里 默默偷听这一切 这种生活从她出生起伴随到现在 小美七年前被陌生人拐走 遭受非人的侵犯 期间生下个儿子 如今都五岁了 从出生那天起 就没有离开过房间 甚至都没人能帮她剪头发 唯一的景色 只有房顶的天窗 小小的房间 有床和衣柜 还有马桶浴缸 但为了防止小美逃跑 或做出伤害行为 屋里没有一件锋利的物品 为了不让儿子失落难过 骗她说 这个世界只有房子这么大 能看到的蜘蛛还有老鼠是真实的 但电视里的猫和狗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每当变态进房间时 小美都会把儿子藏进衣柜 避免她看到不能看的画面 等人一走 再抱出来睡觉 日常教她读书写字 打发时间 不至于那么单调无聊 而变态对于孩子 丝毫不关心 关在房间接触不到阳光 缺少运动 她连维生素片都不愿买 说又贵又没用 还抱怨 自己失业了 生活很难 小美应该感激 现在她提供的一切 真想给她两个大逼兜 发生争执后 变态竟在大冬天的 断了房间的暖气 小美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她不想再继续耗下去 每天暗无天日的过日子 她知道 单凭自己是没用的 变态对她严加看管 每次被发现 换来的都是毒打 现在有了儿子 或许可以试一试 小美开始有意无意地透露 关于世界的真相 小狗是真实的 树叶是绿的 宇宙非常大 他们要逃出去 感受真实的世界 母子二人被困在小房间 已经整整七年的时间了 小美用烫毛巾敷脸 身高体温让儿子装病 告诉变态 由于断电 孩子发高烧 要送医院 谁知这混蛋 不想冒这个险 坚决不去 只说明天送点要过来 希望落空了 小美无助地哭了一宿 第二天 想出了一个更挺而走险的办法 虽然风险大 不算也大 儿子得学会装死 到时候用席子一卷 身体紧绷 躺得笔直 一旦变态性了 就会把他带出屋外埋掉 等时机成熟 中途跳车向路人求助 就有希望了 反复练习跳车后的场景 让他告诉别人 递出去他坏掉的那颗牙 这样就有了凭证 一切掩饰到位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变态看到眼前的枯桑的景象 搞不清楚状况 小美骗他说 昨天没有送医院 高烧严重 孩子没了 变态这才有点内疚 信以为真 虽然想打开看看 但小美一副 视死如归的状态 也不敢乱来 抱着席子 放到车上 想找隐蔽的地点掩埋 所以车程开了很久 为男孩赢得了很多时间 当从毯子里 滚出来的那一刻 看到真实的蓝天白云 真实的树木街景 一时之间 难以置信 一不小心 沉迷起来 但变态通过后视镜 看到了孩子 这个长发飘飘的小孩 实际是个男孩 这是他出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记着妈妈的叮嘱 得要抓紧时间下车 抓住逃生的机会 但沉迷于看风景 又在高速行驶的路上 还是不敢行动 在一个急转弯时 变态从后视镜 看到了小孩 他急忙跳下去 跌跌撞撞地往前狂奔 撞到路人 他赶紧询问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变态怕被发现 一个进了说没事 拖着小孩走 他赶紧警告路人 不要多管闲事 如此反常的现象 很难不让人察觉有问题 说要报警 事到如今 也只能丢下孩子 自己先跑再说 小孩害怕地 将自己蜷缩成一团 看着叫人心疼 在等待警察到来时 抓起树叶 仔细端下 碰出外界真实的美好 警察到来后 把他带上车 在询问过程中 将自己已知的信息 全部告知 帮助警察快速锁定位置 将妈妈也给解救出来了 等待变态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小美激动到语无伦次 七年后 终于重见天日 儿子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婆 可以睡在舒服的大床上 毫无顾忌的沐浴 还有堆成小山的礼物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小美出来一段时间后 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因为媒体对她有着诸多关注 话题不断 家人也对自己的儿子 有别样的看法 自己又和社会有些脱节 种种原因导致她 试图吃安眠药自杀 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 外婆负责照顾孩子 帮她剪去长发 像个小男孩的样子 在深层的交流互动中 发现她的美好 明白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和妈妈互相扶持着 没必要一直纠结过去 等妈妈出院后 为了彻底和过去告别 两人又回了次小房间 发现 这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小 见识了广阔的天地后 这里就只能是过去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往往比戏剧更恐怖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